在家里躲 大家好 我是秋风跑 那今天呢又来给大家做视频了 那本一视频的话 给大家带一些这个枪王排位 包括模式的教学讲解视频 然后玩的呢是这个潜艇了 首先上来呢 我们是担这个前方 那这场比赛呢 是秋雨在东部战区啊 上海去打单娱乐的时候给大家录制的啊 然后玩的呢是这个超级郭靖明啊 超级郭靖明啊 但是这一场的话 呃 没怎么用啊 因为开局的话是想皮一下啊 我们就换上了这个丛林匕首 然后这边建了一个连条一个背身 漂亮啊 一刀带走带走完了之后啊 这个人当时也是给我下来跳好的啊 感觉他好像是一个第六感啊 感觉到了屁股后面有发气啊 突然一下回头啊 还要我这个小刀呢 没什么别的优点啊 就是快啊 就是快flash啊 就给他起个名字叫flash 这个刀的话刀具比较短啊 但是重击的话一般都是一刀死啊 完了之后呢也比较快啊 我们这边的话 哎对面用他的这个舌皮走位啊 躲过了我的这个呃 一个背身刀啊 比较好尴尬啊 然后的话这里呃 放下去一个啊 然后在他太薄啊 但是我这边一枪打了他头啊 98血啊 然后他直接上来给我秒掉了啊 这个这一枪的话还是比较准的啊 然后完了这份咱们就输了啊 其实我要背半个锅啊 我要背半个锅 但是哎 我不说哎 没有人知道啊 嗯好啊 不提啊 虽然说是吧 这一分是我丢的啊 但我们肯定后面要要要靠自己的这个个人实力啊 去把队伍的这个是吧 丢的这一分我们给拿回来对吧 然后我们上来的话 先把我直接罢谁去啊 然后去的话这边往爆点打了一个白之后 直接冲到爆点去 然后用cfp啊 带走了对面的这个保卫者啊 然后这边一空的话 对象也是对掉 然后就直接从转到一空来 把这个斯坦尔打掉 打掉完了之后 哎 我这边 郭静明没子弹了啊 然后呢 就赶紧贴上cfp一个后跳啊 然后一组速点 直接把最后一个保卫者带走 完了之后我们这局呢 是吧 偷一下管道 哎 偷一下管道啊 还是拿上我的 从宁臂走啊 我的flash啊 flash的话 哎 这边感觉出出管道的时候怕有人啊 所以说我先把这个手枪掏出来啊 确定没有人之后啊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小刀啊 掏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我预判到对面应该是 铺下B点了啊 因为当时的话包是打掉在B空了 然后去呢 已经快速的绕到了根据室 所以说他们队友应该还没有反应过来 你看这两个保卫者啊 呆若目击啊 有没有啊 就这样他感觉哎 这一面不会有的呢 有可能在卷底 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很快的绕到了根据室 所以说 他是比较懵的啊 他是比较懵的 然后呢 这边我们一个山山沙之后呢啊 然后再找一找最最后一面一个啊 但是我们最后面的话是直接给了一个假视角 然后跑到B点去下包啊 这个老铁的话也是去A店防守 然后被秋雨绕了一波啊 然后我们这边卷底的话 哎 看到他回房 但是不要先不要着急啊 先不要着急 我们先躲一会儿 看他会不会来抓我啊 因为他当时有可能第一眼没有看到我在楼梯这边 所以说他要去排很多点 比如说走廊啊包点啊 这边他都要排啊 排完了之后 排完了之后过一会儿 哎 他发现哎 好像没有人啊 他准备要拆包的时候 然后我们这边先开枪勾引他一下啊 等他把这个包松掉啊 在开枪的时候哎 这个包 准备炸的时候啊 就算说我跟他对枪对死了啊 然后他也拆不了包的那个情况啊 然后我们再拉出去打他啊 就比较皮啊 如果说他要硬拆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拉啊 直接拉 因为不能给他偷包的这种情况啊 就是说 怎么讲的啊 就是求稳嘛 这种这种残局的话 一般都是求稳啊 不会打得特别皮啊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还是依靠这个是吧 个人实力拿下了两分啊 比分带到2比1 然后我们这双门直接压卷底啊 因为当时的话 我对他们双门这个控制 还是是吧 比较突出啊 就是就是说感觉 哎那些人好像啊 这个喷子是一直走这边的啊 我不想去了 哈哈 我不是很想去啊 然后他们也不告诉队友啊 大家呢 都把这个双门这边 这块给放掉了啊 然后去的话 直接从双门城区直入啊 来到B点屁股啊 又掏了一个三杀 完了之后呢 大梯这边有一只 我们这边接一个连跳啊 直接来到B门侧门 然后队友爆点 最后一个是在外场 哎好的 直接拉一个侧点啊 一枪再走 那这个老铁的话 当时就觉得啊 就有可能在A空里 对吧 因为我当时是从B点 转到A空里的 嗯怎么讲啊 其实他队友是给他这么爆的 他也是这么看的 其实他没有什么失误的地方 而是我跑得太快了啊 怎能这么说啊 因为我毕竟拿的是一个 近距离的武器啊 近身武器啊 不像那种恶棍系列 SS中弹头啊 跟老远都能跟你喷死 对吧 我这个枪的话只能是贴近身打 如果不贴近身的话 完全没有什么用处啊 就中近距离一般 他都是啊 中距离啊 中距离一般 喷一下石头血 二十血啊 很惨 所以说只能贴近点打啊 然后呢 这里哎 我们这边的话 呃 皮皮那么一下啊 下半场的时候呢 跟队友来一步配合 跳到这个呃 根室的灯泡上面啊 灯泡上面跟队友说 哎 这边B点你不用看了 哎 还有我在对吧 我们的灯泡上面案 注意看他这个吧 一起教移民oden�一个小细节跳下来到 哎呀 结果这个倒有点短啊 啊 服饿啊 这个是吧 嗯 you 你们懂得啊 不是我的size啊 我的size一般都是很长的 他这种就属于太短了啊 跟我的是吧 跟我的技术是没有关系 很好 ok是我水了 好 那我们这边肯定是吧 不能再皮啊 下边的话还是从这边跳上去啊 因为呃 我每次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下去的啊 就是下去之后再看他 所以他们会觉得哎 下面的哪个点 我是不是没有清清楚啊 他不会从直接从上面看我啊 所以说这个点的话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啊 我跟大家讲过了很多次 就是说你每次打的时候 哎你走下去再打 然后他被击杀的时候发现你是在下面的啊 不是在上面啊 所以说他下次不会搜这个点啊 他只会防备他的屁股啊 那所以说 以前跟大家讲过啊 意识流啊 就是你不管打什么枪 其实你都是可以杀人的 比如说m60啊 比如说这种矮鸽子啊 或者说各种各样各式各样的枪 因为我经常对吧 我们用意识可以经常去打打别人的背身啊 对吧 滔滔屁股啊 打打背身啊啊 是吧 很刺激啊 人家会觉得 找不到这个人啊 会觉得很难受 是吧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比赛也到了尾声啊 所以这边的话是有18个frag 然后最后的话是从双门这边前顶啊 因为发现对面好像是打A 但是又撤回去了 最后两个的话是在外场 我们这边切刀跑的时候发现 直接手枪带掉 本集书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 Global Risk Flashball 和他们